两个人的剧目 也已经不时拥抱 不够心飞渣 越天气越好 我自己早晴上 我们奇妙紧紧即将 我偶尔悲伤 偶尔天真 偶尔认识哭 无言电影 散场后 我一个人哭 我偶尔放红 偶尔任性 偶尔梦知足 放开爱情的生活 拥有难吃的幸福 欢迎欢迎请辉妮先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呢 大家好 我是辉妮 那辉妮 你本身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女生吗 因为我之前念的是男生比较多的嘉义大学生物资源系 那班上男生很喜欢打打球啊 玩玩现场游戏跟养小昆虫 所以你也会被影响 对不对 对 我觉得都还蛮有兴趣 所以很高兴这次可以带演飘福乐园 那所以你在 你有没有就是 因为这个游戏就是可以把你的岛屿打造成各种造型嘛 那你有没有把你的岛屿想要打造成什么样子呢 因为我在游戏里面看到好多朋友都弄得很漂亮 有Hello Kitty啊 或者是啦啦熊 我就觉得好羡慕喔 所以我想要把我的岛打造成我喜欢的螳螂 你为什么喜欢螳螂 因为我在大学有养过螳螂 哇 你的宠物是螳螂 果然是生物资源系 但是我很努力的把岛屿想要弄成螳螂 但是后来看起来都像蟑螂 蛤 像蟑螂 那大家应该不敢来偷你的菜吧 我觉得有恨起作用 所以那阵子比较少人来偷我的菜 比起你螳螂造型的岛屿 会不会比较喜欢一些其他的装饰那类的 我觉得飘福乐园这个游戏真的非常的精致 我在玩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好多东西都好可爱 就是像礼物店啊 寿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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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婚礼的那个感觉场景 所以应该很喜欢那边blingbling的东西 对 我就觉得如果那些东西都可以做成视频 让我待在身上不知道多好 没关系 现实没有 没关系 你现在就有一个了 但是如果现实没有的话 我们就到飘福乐园里面就可以啦 我对这一幕发呆 把你的视窗长长发开 试着说一个可爱的开场白 说实话对你是有点爱 谁害羞的不想让你看出来 像一个不离去闹的小孩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那也很开心 我在发片之前就接到代言 我觉得非常新鲜 也非常的幸运 那希望大家之后多多支持灰妮 谢谢 那是不是可以在漂浮乐园找到您呢 对 如果想要知道灰妮在漂浮乐园的岛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来跟灰妮交朋友 就在漂浮乐园里面搜寻人儿妹 然后下面底线Nini N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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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找到你吗 对 就可以来跟我交朋友 那去确认你的螳螂变蟑螂了美 那今天也非常谢我们的惠妮 那请惠妮 我其实也个性有点大啦啦中性 因为我会养螳螂 大家也知道 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点奇怪的女生 对 因为我们班上同学还蛮多人在玩 我觉得我一定会很容易被打死 所以我都在旁边观摩 真的非常多人在玩 然后我自己可能就是有玩一些赛车的游戏 或者是比较可爱一点女生一点的游戏 赛车也是有可爱的啊 像跑跑卡丁车那种的 或者是那个电脑上面的小游戏 比如说超级玛丽这种比较可爱一点的 很开心可以发行我的首张专辑 然后我希望里面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 然后也多多支持辉妮 因为我现在才刚开始 然后很需要大家的鼓励 那也希望之后能尝试演戏或跳舞 那辉妮一定会非常努力在我的工作上面 回报我的粉丝们 那我的专辑《辉妮为恋爱》 已经在10月26号发行咯 那这次为恋爱跟单纯幸福 都是非常符合我自己的个性 那内页跟封面的插图都是我亲手画的 就花了很多时间 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希望呈现最真实的我自己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多多帮我的那个专辑加持 那今天也会有为恋爱第二波主打歌的MV 在YouTube上面会看到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在Facebook上面搜寻人儿媚灰妮 也可以找到的粉丝专页里面会有我的最新动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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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